七下时间,前几天三峡标出了36度的高温 想要问一下宣童今天最热在哪里 而且这个热还要持续多久呢 好,谢谢佳琪 在说高温之前,我们先来说台风吧 毕竟我们的标题都已经写到了 十月台在下周初期有生成的讯号 目前在欧洲的AI模式,还有在盘古模式 都认为在下周初期在关岛附近 有一个热带系统有机会发展成台风 甚至在下周的末期会进入到台湾附近的海域 像是菲律宾或者是更靠近台湾 但这都是超过七天之后的天气预报 它还有很大的调整性 但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十月还是会有台风 只是相对会比较少一些些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了 再来要看到的是今天的温度 今天高温排行榜在这边 但是就在刚刚全部都大洗牌 像是在昨天还有前天的最热 出现在新北三峡36度 今天同样是在新北三峡 来到了35.5度 而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基本上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 什么时候会降温 在明天东北风相对增强 温度会下降 但下降幅度也不是特别多 再来看到的是降雨的部分 今天吹的是一个东风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最多的不过就是在台东 累计雨量下来 大概也就只有10.5毫米左右 但还是要提醒 在今天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一直容易会有 午后雷震雨的发展 再来要看到的是明天的天气 明天东北风相对的增强 所以在海峡这一带 相对的风浪会来得比较大 而在北部地区的高温 有机会降到30度以下 迎风面地区降雨 几率会稍微的提高 比今天多一些 但是也不会到特别的多 而中南部地区 相对影响是比较小的 温度也会降 但是只有降个一度 到两度左右而已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一周的降雨状况 礼拜四的白天到礼拜五 水汽迅速的就减少了 整个迎风面地区的降雨 只剩下宜兰这边有一些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比较偏向在午后雷震雨 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这时有一个风面 会要通过台湾 所以在新竹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降雨机率会提高 尤其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在北部地区 以及宜兰地区 容易会有较大雨势 而在中南部 大致上还是一个 多云到晴的天气 但是在山区 依旧容易会有一些 午后震雨的出现 而到了礼拜日到礼拜一 东北季风 虽然还是一波一波的影响 但是相比之下 水汽油减少 所以只有在北东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中南部地区 午后雷震雨 最后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在礼拜五之前 虽然有降温在礼拜三 但降的幅度不多 到礼拜四礼拜五 又回升上来 温度又有机会 北台湾来到34 35度 但是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礼拜一 东北季风进一步的增强 到时候北部的高温 会降到27度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